女多男少及人口老龄化 使得香港正面临着人口结构的重大挑战 根据政府统计处最新发布的数据 截至去年底,香港女性人口比男性多出67.7万人 女多男少的现象 其中一个带来的潜在社会问题,就是影响结婚率和生育率 就是女性可能会较难找到伴侣,计而对出生率有所影响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是统计数据显示香港女性和男性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 分别从2022年的86.8岁及80.7岁 增至去年的87.9岁及82.5岁 也就是说,香港人愈来愈长寿 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 人口高龄化及慢性疾病月趋普及 对公营医疗服务特别是公立医院系统 构成沉重负担 另外用于老年人日常的安老照顾的开支 包括社区老人福利、安老养老津贴等开支 也会构成庞大压力 面对复杂的人口结构挑战 即将公布的施政报告 特区政府无必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以提升人口质量和做好老龄化社会的福利安排 包括完善养老保障体系 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加强老年护理和康复服务等 同时环要推动人发经济的发展 鼓励企业开发适合老年人的产品和服务 此外 鼓励健康且精神状态街的老人 重头社会工作或参与义务工作 特区政府无必在刺激生育方面下功夫 通过提供优厚的家庭福利 改善育儿环境 降低养育成本等措施 鼓励年轻人结婚生子 现时特区政府 亦有新生婴儿奖励金政策 当局可进一步增加子女免税额 提供更多幼儿成长的寶座 减低年轻父母的育儿压力 要增加年轻人口数目 既要在内 即在香港社会内部着手 也要在外下功夫 特区政府应更积极抢人才和外来学生来港 以补充年轻人口的数量 政府可进一步放宽人才引进政策 为优秀人才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和生活便利 同时加大对高等教育和国际教育的投入 吸引更多的外来学生来港学习和生活 如果大家对这个议题有任何意见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再见